俗哥说电影 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惊喜片冰写报 影片一开场 汽车经销商蒙圈叔 拉着店里的一辆崭新的轿车来到198 这哥们由于欠了一屁股的战争 于是便打算找人绑架自己的老婆 然后趁机敲诈老丈人一笔钱 经手下员工大块头的推荐 蒙圈叔跟黑道上的小胡子和高冷哥见了面 小胡子说你为啥要绑架自己的老婆呢 而且一共八万输金 你给我们四万你自己留四万 你拿自己的钱玩这个力丁 这逻辑上说不通啊 你呀该不会是吃饱了撑的吧 蒙圈叔说是我老丈人付出金 那老头就是一大富豪 这点钱对他来说简直是九能一毛 小胡子说没钱可以找你老丈人或你老婆要 有必要这么没人心的出手这么重 蒙圈叔说那老家伙就是一铁公鸡琉璃猫 钱比他的命还重要 自要是他不死我是一个子也得不到 交易谈妥之后 蒙圈叔兴高采烈的回到了家 发现他老丈人王大白正好来他家闯门了 蒙圈叔说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个停车场的项目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王大白对蒙圈叔这个没出息的女婿是死看不上 王大白说就你这智商还搞停车场 别胡思乱想 你小时候坑爹没坑够 现在又改坑老丈人是吧 转过天蒙圈叔接到了老丈人的电话 王大白说你那个停车场的项目 我找人评估了一下 应该是有钱赚 你抓紧时间过来跟我见一面 蒙圈叔一听可乐坏 因为老丈人一旦答应投资他就有钱还债 于是他急忙找到了中间人大块头 说老弟计划有变的 能不能跟小胡子和高冷哥说一声 绑架我老婆这件事就算了 大块头说咱这个年代又没有手机 我上哪联系去啊 转场之后 当蒙圈叔的老婆龙套姐正在家看电视的时候 小胡子和高冷哥就杀到 这暴脾气的龙套姐岂能束手就筋 这姐们在屋里是又蹦又跳又哭又叫 还没等小胡子和高冷哥放大招 这姐们就自己滚下楼梯摔风滴了 蒙圈叔高高兴兴的来到老丈人的办公室 他本以为这事儿十拿就 可没想到老丈人是谢莫杀驴居然把他踢出了局 当这哥们回到家 发现屋里是狼藉一片的 他老婆已经消失不见了 转场之后 小胡子和高冷哥拉着龙套姐正赶路的时候 被警察就拦住了 小胡子本想着行点会也把这事儿给糊弄过去 可这警察根本就不是这一套 要说还得是高冷哥呀 绝对的人狠话不多 上去一枪就让警察领个便当了 可当小胡子正转移警察尸体的时候 被一对路过的小夫妻给看见 高冷哥二话不说 开车掉头就追了 小夫妻俩由于慌不择路 很快就把车开了个人仰马翻子朝天了 高冷哥也没客气 上去气了喀喀就把这二位杀了 警察冷淡姐接到报案之后 挺着个大肚子来到了案发现场 这俗话说一孕傻三年呢 可这姐们比猴都精 在现场简单的看了看 就确定了罪犯的基本堂上 转场之后 蒙圈叔和老丈人王大白 还有王大白的合伙人毛蛋叔 坐到了一块 开始商量怎么救龙涛姐 王大白说居然敢要我一百万 这也太扯淡了 这事必须得报案 交给咱人民警察去办 蒙圈叔说开什么国际玩笑 一报案呢 我老婆你闺女肯定得交犯票 警方经过调查发现 小胡子和高冷哥 曾在汽车旅馆住过一晚上 而且还叫了俩小姐 随后冷淡姐对这俩小姐展开了询问 根据其中一个小姐的反应 冷淡姐得知小胡子和高冷哥 很有可能去了双子轴 转过天 蒙圈叔接到了小胡子的电话 小胡子说计划有变的 我们在路上发生了流血事件 那八万美元的不能平分的 这全部给我们哥俩 蒙圈叔一听就急了 说你们怎么不讲诚信呢 咱可是有言在先的 说好了五五开 小胡子说因为你这件事 我们杀了三个人 你还跟我讲诚信 我看你是不想混 到了晚上 蒙圈叔和老丈人王大白 还有毛袋叔又开了一碰头会 商量着交赎金的事 王大白说交赎金这事 我得亲自去 我倒要看看这帮孙子 在玩什么毛袋 蒙圈叔说那可不行了 绑匪说只能我跟他们联系 你要是一出现 万一你闺女领了 合饭可咋办呢 王大白说你甭跟我这 啰里啪砸的 这事就这么令 警方通过查询汽车旅馆的 通话记录 得知小胡子和高冷哥 当晚曾给大坡头打过电话 根据这个线索 冷淡姐来到了双子城 找到了蒙圈叔的员工大坡头 大坡头说没有 冷淡姐说现在出了人命案 有三个人意精灵的河畔 而你现在又在假时期 如果不主动招供了 后果会很严重的 吓唬完大坡头 冷淡姐又来到了 蒙圈叔的办公室 说罪犯在作案的时候 开的是一辆崭新的汽车 你们店里最近 有没有敌过汽车啊 蒙圈叔说我们仓库 铜墙铁壁 连只苍蝇也飞不出去了 转场之后 气急败坏的大坡头 找到了小胡子 不容分说就把小胡子 胖揍了一顿 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小胡子 马上给蒙圈叔打了一电话 说我现在可是受够了 现你三十分钟内 赶到停车场叫钱 不然你们全家都二百 随后王大白带着钱呢 去跟小胡子见了面 两人一言不合就动起了手了 王大白很快就领了号办 蒙圈叔开车赶过去 一看这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急忙把老丈人的尸体 拉走偷偷就埋了 本来小胡子以为 乡里就八万块钱 可他打开箱子一看 超出了自己的想象 据为己有啊 这哥们挖了个坑儿 把箱子给埋了 而且还做了一很明显的记号 就怕别人找不到 转过天 冷淡姐再次来到了 蒙圈叔的办公室 在冷淡姐的不断追问下 焦头烂额的蒙圈叔彻底害怕 甚至冷淡姐不注意 这哥们居然开车撒拉子撩了 小胡子开车回到窝底 把四万块钱扔给了高冷哥 说钱既然已经拿到了 咱哥俩也该分道扬镳了 不过那辆新车我得开头 高冷哥说那不行 那辆车咱俩也得平分 小胡子说 就凭我这一脸的伤 开走也是理所能当的 高冷哥可不管那么多 一看小胡子不听劝 上去就让好搭档里面喝话 冷淡姐开车在路上 瞎悬末的时候 无意中看到了那辆新车 她偷偷摸过去一看着 发现高冷哥 正在处理小胡子的尸体 冷淡姐说 孙子你啊别动啊 动一度就要了你的命 可高冷哥那多高冷啊 冷淡姐的话 他根本没听进去 这哥们往前跑了没多远呢 就被冷淡姐一枪撂翻在地 冷淡姐在车上 还对高冷哥进行了一番交往 说老弟你这事又何必呢 怎么总跟自己过不去呢 为了俩臭钱这下完了吗 随后警察根据群众举报啊 又把藏在小鱼馆的 蒙圈鼠给活捉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鸭子 人人都想赚钞票 但是必须走正道 偷鸡不成十把米 你说可笑不可笑